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 我认识我所拣选的人 但是经上的话 那吃我饭的用他的脚踢我 必须应验但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告诉你们 使你们到时可以信 我就是那一位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那接待我所差遣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有什么道具吗 耶稣说了这话 他心里很难过 就明明地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门徒面面相娶 不知道他是指着谁说的 门徒中有一个人是耶稣所爱的 他坐在耶稣旁边 西门彼得向他示意 你问问他 你问问他 这是那个人是谁 于是那个门徒贴近耶稣的胸怀 是谁 中王 是谁 是谁 我沾一小块饼给谁 谁就是了 我沾一小块饼给谁 谁就是了 尤大接过饼以后 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 你要做的 快去做吧 在座的人没有一个知道耶稣 为什么对尤大说这话 尤大是管钱的 所以有人以为 耶稣叫他去买过节用的东西 或是吩咐他拿点东西去 周济穷人 尤大吃了饼 立刻就出去了 那时是夜里了 他出去以后 耶稣就说 现在人子得了荣耀 神也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 神既然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 神也十二 那么神也要荣耀人子 神 神 并且要立刻荣耀他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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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孩子们 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 你们要寻找我侯对犹太人说过 现在也照样对你们说 我去的地方是你们不能去的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如果你们彼此相爱 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主啊 你往哪里去 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着我去 但后来却要跟着我去 主啊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着你去 为了你 我舍命于原意 你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计较之前 你必定有三次不认我